四大标局的赔款 我已如数退回 另外还有两万两的白银赔付 他们的家卷 苏会长大意 我只是履行我的承诺 但是此番 舒姑娘 差一点赔上自己的性命 末了 还将所有的标款 给了这些标师们 才是真正的大意 知道的以为 姑娘是外冷内热之人 不知道的还以为 姑娘是不是曾经经历过 为人不知的过往 所以此次 才动了侧隐之心 末要话里有话传人己了 有话且说明白